下面呢咱就进入到这个第一个字典 今天呢咱们不是要想给大家讲解网络通讯过什么吗 对吧 那么这个地方呢我画了很多张图 咱们挨着来说 首先看第一张图 在这张图里边呢 它是由两个电脑组成了一个非常小的网络 那么这个网络里边小条通信 那自白的讲你们两个之间必须要进行面接 通通点吧 找个网线捅起来 拿了一个网线捅在你的电脑里边 在一个网线的另外一端捅在你同桌的电脑里边去 你们两个之间只要设定设定某些东西 就可以通信了 不是说不行 是可以做到的 那么这就牵涉个问题 我应该设置哪些东西 我配置哪些东西 那么他们两个才能够具体通信 为什么我在教室里边 我插上网线就直接能够设计 通信不用设置 我如果用一个网线 我和我同桌通信的时候就需要设置 这是为什么 那么这就是一个原因 在整个网络里边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约定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规定 规定这个电脑和这个电脑之间强通信 必须要满足某个东西 比如说必须先有IP地址 IP地址还不能相同 对吧 你是192的168的1.1 你就不能是1.1 你是1.0都行 反正就不能是1.1 如果是1.1就不行 这就是规定 这就是约束 再比如我在这个电脑上用的是QQ给你发的 你这个电脑必须用QQ 我用训雷给你发 你必须用训雷 我用非Q给你发 你必须用非Q 当然我只是这么说 因为QQ它本来要借助服务器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向了个问题 他们之间的这个规定约定 就是你用什么 我的用什么 对吧 还得知道你的端口是什么 我的端口是什么 那么这一坨所有的规定 其实在网络里边呢 有个专业的名词叫什么呢 叫做TCP IP协议 也就是说 我为了咱们原来这个知识点的这个 比较联合在一起一个整体 我就把这个TCP IP协议 放到了这个地方去 那么今天呢咱们就可以看一下 首先说什么 TCP IP 它并不是指的TCP 也不是指IP 它是指的一类协议的总成 举个例子吧 人家问你 这小伙子是哪一家的 往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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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的海了 是个道理吧 他只是用一个词语来描述 你们这个家庭 打个比方 我小的时候和别人打架 人家就说 谁谁谁谁家的孙子 谁谁谁家的儿子 又和别人打架了 他并没有说 他是张三家李四 谁谁谁谁生出的 谁谁谁的 他没有这么说 只是一个简单的描述 原本自己同学 要记住一点 TCP IP 它是一个协议族 它涵盖了很多协议 仅仅是这一类协议的一个简称 那么首先说的这个协议 其实咱们原来在讲 HTTP协议的手统 我原来给大家说过 HTTP协议是有的干什么的 还记得吧 有印象吗 超文费传承协议 就是打这些瓦剌 还有什么 你超文费传承协议 你打又不打 不疼不痒 一点关系都没有 只要是有个人 HTTP他都知道 超文费这些 有什么用 要打打核心 懂吧 你就打瓦打气氛 不是这个道理吗 打玻璃知道打哪 打玻璃也是一样的 打差不多某个脚里边的 7比2 什么8比2 或者是7比3的位置 打玻璃打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很容易打碎 都是有一定这个规律所在的 他们跟他说的事外一点 协议 HTTP协议 你要如果要面试官问你HTTP协议是什么 你不要打 他是超文费的协议 谁不知道 打什么呢 它是一种协议 用来浏览器和服务器之间的一种传输的一种约定 请求的时候浏览器按了什么什么什么发 回的时候服务器按了什么什么发 他们都是基于TCP发动的字符串 没错吧 或者说发动的那种二进制的数据没错 但是你二进制的你需要接码 你不是二进制的 那将来你就如果是字符串 就直接出发 将来言之是什么 get什么什么东西 回来的又是这个HTTP 什么什么200那个东西 这就是HTTP协议 不要只打什么超文费传辞协议 这个不疼不痒 听懂了吧 像打别人一样 打他的要害 一下子他就倒了 你打他脸 打他两毛了 他也不倒 这有什么用了 对吧 所以说那么在这个位置 协议 就是一种约定 那么TCP IP 不要认为它是一种协议 它是一类协议的简单 那么这一类协议 包括哪些东西呢 看这个地方 在这个图当中呢 给大家看到了 是不是有这么几个名词 像TCP UDP 咱们之前用过吧 像今天我刚刚说了 有个东西叫做IT IT其实有两个概念 第一个 它是指的 你的电脑上的那个地址 第二个 它是一种协议 听懂了 它是两个东西 除了这些之外 还有什么 ICMP ARP 什么ITMP和IRP 除了这些之外 还有很多 那么言外之意就是 你当今你的电脑上 在同一时刻运行的协议 根本就远远不知在几个 你原来所用到的 用程序来编写的TCP和UDP 仅仅是是吧 冰山一角 有很多很多很多种协议 那么这就是TCP IP 咱们之前说过这个东西 那么咱们把这一类协议 简称为什么呢 TCP IP协议 听懂我的意思了吧 TCP IP协议 这是整个这么多协议的一个简称 整个的协议的一个什么一个简称 叫TCP IP协议 那么这个协议族里边呢 包括了上百种协议 上百种协议我就比较纳闷 TCP已经完成通信了 UDP已经完成通信了 你说了 TCP比较稳定 对吧 UDP不是不稳定吗 那为什么已经有了两种方式 你还有有这么多种协议呢 它功能不一样 它是功能不一样 来首先呢 当然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同学看上 如果我的电脑的QQ1 想要给你的电脑的QQ2 所以我接下来是不是一定要写好 我接下来是不是要发动什么了吧 我目的是要发动海漏 我要给你发海漏 那么我接下来是怎么传的呢 它有一个过程 来横横的把这个东西传过去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应该是 我看一下啊 这个地方有张图 但之前没有看过 来横横这个时候回过来看看这张图 这张图当中表达的意思是 一个人买一个手机 对方给他邮寄过手机来的 这个整个过程 大家摸一下吧 你从网上买了个 对吧 这个比iPhoneX还好看一些 我觉得是吧 你买了个这个iPhoneX11 有可能哈 有可能将来你买了iPhoneX11 那么买了个手机 对方给你发动过手机 怎么做的呢 你买的是手机 没错 人家为了保证这个手机 在他手里边发走的时候 不会有损坏 人家呢 一般会找个箱子给你存起来 没问题吗 那么快递人员拿着这个箱子之后呢 就看你是走那里哪个运输了 那么接下来呢 经过航空 或者是经过铁路 或者是经过这个海上轮船运输 最终到了目的地 到了目的地的时候 我绝对不可能开着飞机直接去你家 你家停也停不开 这是百分之百的 所以说目的地我先停哪呢 停到飞机场里面去 从飞机场里面把物品卸下来 找快递人员安排送货上门 请问最终是不是太是你的了吧 那为什么又有这个过程呢 第一个 你发快递的时候 你只要在这边上写上售件人信息 行了 接下来快递公司 把这个东西撞到飞机 至于它怎么飞 那是快递人员的事情 那么快递人员的飞机 到达了目的地之后呢 卸下来之后 快递人员又拿着你这个物品的订单 上面的这个地址 接下来找到门 请问是不是给你了吧 那么整个过程当中 有一个地址 有一个地址 大家看 试试道理吧 你发的这个东西 这个地址是什么 那么在飞机里边 飞机的地址又是谁 那么是完全两个不一样的地址 你看 飞机的地址 要看它飞的目的地 而箱子上的这个地址 是将来让这个快递人员 拿到之后 是不是接下来 要送货上门的时候 这个地址了吧 那么我真正要发动的手机 是不是对中 我是不是要把这个东西 是给这个人啊 是吧 一层一层的把这个手机 才能传过去 即言为这是什么呢 我要发一个数据 从我的电脑 是发到你的电脑上 它要经过层层的转发 它为了保证数据 不会在转发的过程当中 出现丢失的情况 我呢 需要对这个数据呢 进行额外的扩展一些东西 你发的是手机 我在外边报的东西 当我把它放到飞机里面去的时候 这样的整体请问 是不是也就是说 你这个东西在飞机里面 对吧 你发的是海捞 我把你抱起来 我把你再抱起来 我把你甚至再抱起来 接下来一层一层发 将来发送的时候 数据越来越大 将来在解析的时候 数据怎么的呢 越来越小 这就是真的 你买个东西 对吧 你从往右借过来的时候 快点就让一定是 疼疼疼疼疼的给你抱起来 那么接下来 当你收到货的时候 你从最外边的开始撕 是不是一直撕到最里边了吧 最终你把手机取出来 这就是整个一个意思 发送方在堵包 一层层变大 接收方呢 在解包 一层层变小 根据每一层的功能不一样 最终 每某一层里边 是不是都有相应的数据了吧 那么这个时候就签了问题了 快递人员公司里边 只把飞机开到摩托地 下来就行了 到了某一个地方的时候 地方的快递人员把这个物品拿过去就行了 他们不关心飞机 他们不关心快递人员怎么送 他们只关心这个物品 你邮寄过来是好的就行 我不关心你是哪个快递人员给我送过来的 请问是个道理了吧 那么一说他们的针对性是不一样的 为了保证每一层在对应的时候 都保证不说话 那么 这个时候呢就产生了一个新的东西 叫做什么呢 TCPIP协议组 TCPIP协议组里边 我刚刚不是说过分为很多层吗 每一层其实干的事情不一样 其实有这么多协议 他干的不一样 大家怎么办 咱们这个时候再回到这个图里边来 你发的是海漏 最终 他的想法把海漏给他 没错吧 那么每一层每一层 他的为了把这个数据稳定的传输过去 他的有个概念才行 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个 发手机发的对方去 是一个道理的 那么当你的应用程序 在发送你好的时候 实际上 你把你要发的你好 是给了应用程序 比方说给了你多少钱 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的PY 你那个PY拿了之后 请问接下来是不是按照你这个应用程序的规定 你接下来是不是给了下面一个协议 下面一个协议拿了之后 要再给下一个 下一个拿了之后再给下一个 最终上到网上去 这边收到之后 解 解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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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是不是还会收到你好了吧 那么整个过程它都是不一样的 像这一层 它只判断MacDigil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 像这一层 它只判断IP 那这一层判断什么UDPTCP 像这一层就是应用程序 像这一层是不是就是你的这个人发的东西 是不是和你这个接受的人 是不是对应好了吧 那么也就是说每一个地方做的事情不一样 所以说就需要很多种IP 很多种协议 不是IP 很多种协议 那么这个P呢 因为单词翻译过来就是协议的意思 所以说你会尽量看到什么 APP 像什么TCP 然后IP UDP 你没发现 比如说带着P P呢 其实是协议的意思 好了 那么这个地方 同学们想要表达意思 为了保证 让数据稳定传递到对方 我需要一个传递的过程 因为你传递的时候 传递的地方不一样 传递的方向 方式不一样 所以说呢 它需要很多种不一样的协议来实现 最终导致了 你想把一个数据 传递到对方去之后 这个之间呢 需要N种协议来配合 那么这N种协议 咱们常用的 其实就是我刚刚跟你说的这些 还有很多不常用的 这个图上 这个地方也写了 上百种协议 上百种协议 只不过呢 在这个地方列了几种 又因为他们干的事情 一一对应是不一样的 你想这一堂弄的数据 和它的解的时候 是一个对应关系 你这一堂弄的东西 和你这一堂弄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那么所以说呢 在这个位置 将来呢 把这个TCPIP协议里边 这么多种协议 给它大体划分成四层 大家说分类 你们这一堂干什么的 放在一层里边 你们这一堂干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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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体上分为四层 这么说理解了吧 那么这四层呢 其实就是TCPIP协议组里边的四层 这四层从下向上数 分别是 链路层 也叫做网络接口层 你简单听我的没错 你就叫链路层也行 那么这个层叫做什么呢 网络层 也叫做网继层 也可以 那么再往上就叫做传输层 这个不变 传输层 然后再往上 这个也是应用层 应用层 从下网上数 链路层 网络层 传输层 应用层 分为四层 每一层里边做的事情 不一样 举个例子 你Python写的那个程序 你用到了协议 那你原来用到过什么协议层 我举个例子 你知了 那天的时候 咱们做过一个UDP的 还是做过一个TCP的 是不是文件下载 还记得吧 咱们做下载的时候 规定了是 我一次性的时候 把这个东西 是不是直接传给你了吧 那么如果我要发个大文件 咱们那个程序是不行的 因为咱们那个程序 就只发了一次 对方就接受完了 那么我发一个5G的文件 不行吗 发一个5G的文件 就签了个问题 你怎么知道 对方给你发过来多大 如果你不知道多大 你请问 你是不是外出的 那循环时候 所以说你什么时候 不外出了 这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 因此那天的程序 其实只能下很小的文件 大文件根本下不动 这就是问题 那么在这个地方 什么叫应用层 就是你自己写的 Python程序里面 自己规定的设计 举个例子 我先告诉你 这个文件有多大 你在为我请求 或者我再给你发 那这都是自己规定的设计 那么可以 这就叫应用层 应用层里边 这般来讲 就是你的程序 可以自己规定的设计 这么说理解了吧 就是你通过TCP 通过UDP来规定 就个例子 我规定1 表示下载 然后后边我写个 当当当写个值 表示文件有多大 请问可以不 那么我先把这个数据 发送给对方 对方先收到这个字符上 收到这个字符上之后 一看这个是1 表示对方要给我发东西 那么这个123123 是不是表示对方 给我发的这个文件 是不是有多大了 所以说接下来我就wile true 就收这么大就可以了 这就是自己规定的协议 那么在应用层里边 这里边讲言着 你的应用程序就在在层 你用到了自己的协议 那就是你可以自己规定 还有一种协议 也在这层里边 切记了什么协议呢 叫做 比如说你的CQ 你的CQ自己的协议在这 比如说你的QQ 你自己的QQ 有自己的协议在这 举例的 比方说迅雷 那么迅雷 它之所以能下载东西 那一定是他有自己的协议 否则的话 你不就用迅雷 可我断可以下载快车的东西了吗 用快车是不是也可以下载迅雷的了呀 其实呢 最后呢 就是个人有个人的东西 那么好了 其实呢 再说一个东西 你一定见过 HTTP 这一次见过吧 什么用的了 HTTP 浏览器 没套用 假如说你的浏览器上网的话 请问你的浏览器里边 是不是一定会用的HTTP协议啊 其实也就是说 你原来组的那个什么 HTTP 斜杠 200 控格 OK 那个东西 其实就属于应用程序里边的 它就划分到应用程 它就是HTTP协议 阿逊雷的 QQQ的 非Q的 以及什么 HTTP协议等等 都在 在 那么你自己写的程序 将来想要发送的时候 它应该需要什么东西呢 应该知道 咱们原来 学应用程序 可以具有网络功能的时候 学过两种 要么是TCP 要么是UDP 没错吧 所以说 实际上 你的应用程序 在向下等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 要么 都在跳路 要么 都在跳路 听懂了吧 这两种路 你任选机 也可以 我问个问题 一个程序 能不能记懂 TCP 也有UDP呢 可以 没有任何问题 那我再 我再问个问题 TCP里边的 同一个端口 不允许 有多个一起在占用 没错吧 那我的问题是 TCP里边 此时用的8080 UDP里边 能不能此时 也用8080 行 TCP和UDP 是两种 协议 这个端口 是一定要 确定好 你是用的 哪个协议里边的端口 如果你用的是TCP TCP里边 不允许出现 两个8080 你用的UDP UDP里边 不允许出现 两个8080 但是你TCP 用的8080 UDP 完全可以使用 没有任何问题 这个地方要追了 同学们 也就是说 你原来写的应用程序 实际上 你的目的 网卡 带这个地方 网线 带这个位置 你想要去发抖 实际上你要经历过 这个过程 你要么走TCP 你要么走UDP 下来 听懂了吧 基本上咱们常见的应用程序 就在两种头发 那么有一些不太常见 我就给你了 从这个地方 直接穿到这 从这 带走这的 也可以 那么这样的程序 其实你见过 PIN 你见过吧 我PIN空格 后面写个192 168 1.1 在IP 请问是不是可以 PIN一个IP地址 实际上 他也没走IP 也没走TCP 也没走UDP 而是走了ISMP 网络控制协议 叫做ISMP 他可以用来判断 判断对方是否在 等等 PIN就是用了他 PIN命令 就是用了他 说到这个地方 我额外的给大家 扩展一顶点 你没发现 这个地方 还有一条线 直接捅到他心脏里面去了 你从这个图里面 就看得出来 IT其实是核心 直接捅进去了 这样的程序 非常独特 独特到什么程度呢 如果你想写一个外挂 想写一个病毒 想要监测 你这个电脑上的数据 你就直接通过特殊方式 直接串着这 不走UDP 不走TCP 也不走ISMP 直接干了IT 没有任何问题 可以做的 比如说 原始套件子 其实可以干这件事情 我这一说 你了解一下 有个东西叫做 原始套件子 咱们原来用的套件子 是不是TCP的套件子 是不是UDP的套件子 其实还有套件子 那么这种套件子 相当牛叉 直接穿在这 穿在这之后 你可以任意的赌包 赌完包之后 我就可以给你的电脑 发一个费Q 以张三的名义 张三的IP发过去了 你百分之百和张三就干起来 这种意思了吧 我就以张三的名义 给你的费Q发了个东西 我说今天晚上不服 去是吧 套上66 那不服再去66 那么这个时候 两个人很可能很尴尬 就掐起来了 所以说同样 一般我原来 很久之前 我原研究的时候 用过原始套件子 真的很牛叉 牛叉到什么程度呢 普通的TCP和UDP 你是做不到 我发一个包 我以谁的IP给你发 做不到吧 你百分之百 是做不到这个事情了 因为它要检查 大家是否有印象 咱们原来所说 那个绑定 Bind 是不是只能绑自己的东西了吧 实际上它那个地方 在检查你的IP是谁 不是你的IP 它就不让你绑 那么如果你要是 直接串到IP这个地方去 你想伪造谁的IP 没有任何问题 其实可以做到了 想怎么做怎么做 然后搞 搞这种网络攻击的那种 一般会考虑这个东西 好了 这个当中了解 这不用去研究这个 你要是进去了 我可不进去看你 那么在这个地方 咱们说了 原来咱们的应用程序 目的向下发的时候 一般堵这两种 要么堵TCP 是不是要么堵UDP了吧 那么TCP和UDP的数据 继续向下传 传到IP这边来 IP这边来 拿到数据之后呢 经过简单的整合 整理 接下来继续向下发 接下来比方说 你的一些网卡呀 驱动呀 你的网卡驱动 就在这个地方了 让操作系统 调用你的网卡驱动 接下来把你的数据 发到网线上 发到WiFi 通过WiFi就发走了 那么他经过的这几层 他到底做了一件 什么事情呢 就像我刚刚说的 那个买手机 你给我发个手机的过程 是一样的 就为例子 我想在我的程序里边 发一个哈哈 那么你完全可以 把这个哈哈 扔给你的 诶 请问同学们 我就以这个为例 我接下来我想把哈哈 通过htb协议 发给服务器 你觉得怎么发 只有哈哈吗 只有哈哈吗 前面是什么 你觉得 request hider 听懂我意思了吧 request hider 这个时候就看 你是怎么提交的了 一般这个手机 变成post了 post了 你要提交到哪个语名 哪个网子里边去 当当当当当 在html里边去 然后接下来是http 接下来是http 斜杠1.1 然后空格 请问同学们 我原来说过 应答分为头和body 那么将来咱们请求 实际上是不是也分为 heider和body吧 这个时候 你就完全可以把 哈哈放在body里边去 还是一样的 用一个控行来控开 你的目的是 发动哈哈 你最终发的是什么 同学们 最终是不是发了一个 这样的数据了吧 你把这个数据 发到tcp这个位置来 tcp拿了这个数据之后 它会干什么呢 它觉得这个地方 不就是个似乎串吗 拿了这个东西有什么用 所以说当这个数据 到了这一层的时候 tcp会在前面加东西 就对了 你发的数据只有这些 那么tcp会在他的身上 加什么东西呢 会加上一些 比如说端口 tcp端口 听懂我意思了吧 原端口 目的端口 在这个地方全有 原端口 目的端口 我在刚开始讲网络的时候 是不是给大家说过 原端和目的端口了吧 其实 你的英文程序的数据 向上传的时候 在tcp在场 添加端口 然后你的tcp 同意吧 请问怎么着 继续向下传 当你向下传的时候 请问 在这个地方 你准备好的数据 请问是不是整体在图 在往下传的时候 对于它而言 是不是它相当于 收到的数据 是不是整个在图数据 那么它会怎么着呢 它会在这一坨数据的 在前面 加点东西 加什么呢 会加上原IP和目的IP 原IP IP和目的IP 好了 那么依次往下推 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请问是不是 还得再加点东西了吧 加什么呢 加Mac地址 好了 我画个简单的图 画个简单的图 来 大家往这看 看这个吧 你要发的是 你好 没错 你好是用户要发的 给你的程序之后 你的程序 是不是可以在前面 加上点协议啊 你是加上http协议的 还是加上tcp的 还是加上feature的 还是加什么 你加完之后 请问这一坨 对于下面这一坨而言 是不是就是一个数据啊 它把上面这一坨数据 拿过去 在前面加上 像tcp的原端口 木里端口 当然还有一些东西 比方说 什么校验等等 都在这个地方 tcp是有校验功能的 它都在这 那么把这个数据 堵制完之后 怎么继续向下传 那么上面堵制好的数据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就看到就是一个数据包了吧 它在前面再加上一些东西 会加上一些原IP 木里IP等等 然后这边加完之后 同学们会怎么着 还得向下传 没办法同学们 再向下传的时候 你这一坨东西 其实就是这些了 那么在这个地方 同学们 其实在这个地方 你把这个真图 怎么理解 它会加上一些东西 我写了啊 在这个地方 加端口 在这个地方 加IP 在这个地方 会加上 麦克地质 会加上麦克地质 加完之后 你的数据 接下来就上了网了 通过网卡 通过一层一层 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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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首先要理解 什么是麦克地质 麦克地址 是你的网卡上的 一个序列号 就是你的网卡硬件 有一个序列号 就好比你买了你的手机 你的手机 最后边是不是有 贴了什么一个进入网号 你这个知道了 其实那个就是 某一台设备里面 一个唯一的ID 那么这个数据 只要填的是 对方的网卡的序列号 只要你填的目的 麦克是这个网卡的序列号 那么这个网卡一定会搜 搜到之后 接下来你的网卡 就传到这个地方去 他说了 请问这个地方 捡去了什么东西 相当于 这个地方相当于捡去了 这个麦克地址 是吧 那么这个地方会捡什么呢 IP地址 首先判断判断 是不是我的IP地址 是 捡去 IP 然后再上这个地方 请问通过 他会干什么呢 他看看有没有这个端口 如果有 那么他就会把这些端口号 等等这些东西 全部给他剪掉 剪掉之后 请问通过 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此时数据还剩什么 就到了这还剩什么 到了这个地方 是不是还剩APP的协议 自己的协议 然后是吧 还有个东西 是不是叫做你好了 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这个应用程序 根据你自己的协议规定 把这个APP抹掉 然后把这个 找个框 然后在这个地方 给你显示 请问你这样的 是不是收到了你好了 其实最终就是整个过程 这是最终整个过程 在这个图当中 你要明白一个道理 发动方 在向下发的时候 是赌包越来越大 将来接收方 在去解包收数据的时候 是不是越来越小 一层一层判断 只要有一层不合适 立马扔掉 我就给你了 这边所组的 所有的目的的东西 一定必须是它的 有目的端口 有目的IP 是不是有目的网卡的序列号 到了这个地方 先判断网卡序列号 是不是我的 是 我就说 不是立马扔 到了这个地方 判断判断 是不是我的IP地址 是 我就说 不是立马扔 到了这儿 有没有这个端口 你不是这个地方 想目的端口 有没有 有 我就给这个端口的程序 没有立马扔 你听懂了吧 简而言之 再去解的 腾腾过程 当初只要有一层不合适 这个包立马会丢了 只要一丢 将来用户 是不是就看不见你好了 所以说 这个地方要注意 这个过程 大家要理解 那么 通过我刚刚所描述的 这一套东西 最终我想表达一个意思 想要正确的 把一个数据传递到对方 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那么这个过程 为了保证数据的稳定性 需要很多种协议来配合使用 那么像咱们刚刚所说的 这个过程里边 就出现了 应用层的协议 以及传输层的协议 以及网络层的 以及链接层的协议 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协议 已经出现了吧 最终只有一个目的 把数据传回去 所以说 TCP IP协议组 里边是有一坨协议的总和 最终把数据 是不是稳定可可的 传递到对方 还有一些协议 能干一件事情 决利的 我怎么知道对方在 聘一下 我来教室之后 我插上网线 没一会我就有IP 我怎么来的IP 对吧 我在浏览机里边 书上一个网址 书上一个域名的时候 它怎么辨识IP 其实这都是有相应的 这个协议 来去做这个事情的 那么这些呢 都是在TCP IP协议组里边 这就整个协议组 其实就是这个 全体的面貌了 就是这个样子 在TCP IP协议组里边 咱们说了 分为四层 没错吧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标准 这个标准呢 是OSI标准 美国人规定的 另外一套标准 TCP IP协议这个标准呢 是很久之前就出来的 也就是说同学 很久很久之前的时候 电脑 咱们直白来讲 电脑就是这个事实 电脑是从美国引进来的 那么美国刚开始有电脑的时候 有几家公司是比较不错的呢 IBM 苹果 微软 这几家公司做的电脑 还是相当不错的 那个时候 你没听过什么ThinkPad 那个时候还有什么 那个时候叫IBM 那么那个时候 产生一个尴尬的问题是什么呢 IBM电脑之间可以通信 因为他们自己规定协议 苹果电脑之间通信 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将来你把IBM的电脑 和苹果的电脑 我如果一个家庭里边 买了两种型号的电脑 我插在一起 不好意思 死活不同信 听懂了吧 所以说呢 慢慢的就有一拨人在研究 那既然不通信 那就咱整个标准吧 那么 其实事实上 事实上呢 就出现了TCPIP协议标准 出现了这个标准之后 最后的一个体现 就是你的 苹果的电脑 和你的联想的 和你的IBM的 和你的什么电脑 都可以通信了 没问题吧 但是呢 随到后来呢 美国人不知 想当世界警察吗 这什么事 他得说的犯罪性 是吧 你想伊拉克 现在没事 读人一顿 伊拉克到退多少年 是吧 像叙利亚读人一顿 还有哪个国家 为什么朝鲜现在极力要反抗 如果朝鲜 如果不反抗 最终的后果 就像今天的叙利亚 一定是这种情况 打仗又不在美国打 对吧 而是在你们国家 打的肯定是这种情况 这就是为什么 今天朝鲜 我告诉你 一定要强力的反抗 对吧 到处导弹来 说不定某一天 和美国干一张 也说不定 大家看到了吗 所以说呢 美国人呢 闲得没事 其中的某些 什么什么什么是协会 要不咱们再制定一个标准吧 你这个标准制定的 有点太宽广了 咱们制定的更详细的吧 OK 他们对中的制定 那个OSI协议 但是不好意思 这一套协议呢 只是理论标准 实际上还是这个 听懂了吧 实际上还是这个东西 这极竟是理论标准 也就是说 你在上大学的时候 每次考计算机的时候 那个协议分为解堂 那解堂是什么 其实你的大学老师 都不知道这个东西 到底干什么用 这百分之百的 除非那真正 真正在去搞研究的 那些大学老师 他会真正知道 这你能干什么 否则你们那个 就顶等就是说 为了考试而考试 百分之百的 我老师就这样了 讲自己研究 也讲指针了 好咱们不学了 我说啥不学了 咱们后面不考了 咱就崩学了 是 就是你说的当 你说不考就不考了 所以说我们原来 指针就没学 对吧 后来呢 自己研究研究 自己研究的指针 大家怎么 那么一说 OSI它分为七层 它哪个地方 它不太一样的 它实际上 最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 它把原来的这个链路层 它改成了数据链路层和物理层 它把原来的应用层 改成了绘画表示和应用 好了 也就是说 原来的链路层 网络层 传输层 应用层 分成了 把链路层拆成数据链路层 物理层 其他的网络层 传输层不变 把应用层拆成了三个 分别从下 上线所绘画表示应用 对吧 这个有的时候会在你的面试的过程当中会被问到 这简直就是到嘴边的鸭子 是吧 到嘴边的肉了 你这个都不吃 你懂了 七层往往会出现在面试的过程当中 人家会问你 这个TCP IP协议分为四层 是吧 OSI分为七层 请列举一下四层和七层是什么 别懵了 这个地方就在这 好了 简单了解 最终事实上的标准还是它 就懂了吗 也就是说 你有那么多那么多的协议 根据功能不一样 首先分成四层 每一层里边有可能有N种协议 最终呢 划分成了在四层而已 这是今天事实上的标准 一直是这么多的 那么另外一头的理论标准 就是它 好了 那么这个呢 这个小节呢 基本上我要给大家说的 TCP IP协议是什么 分为几层 用来干什么的 基本上就说完了 要怎么 接下来花几分钟的时间 包括刚刚所说的这些东西 特别是这个图了怎么传 怎么解 理一下 开始 哦 谢谢大家